淡水屯山里的磁玄工今天上午相当热闹 来自淡水山植法里三个区 近60位里长齐居一堂 要来观摩屯山里的环保工作 环保局表示 因为屯山里在去年西北市环境认证 八项指标当中 总共通过了七项认证 是三个区内成果最好的地方 环保局希望透过这样的观摩活动 达到带动的作用 让其他里长们可以做学期参考 去各个就是针对里内的一项 各项GEO 利美化等等的部分 让他们说明 让其他区的里长了解 怎么去做规划 怎么去做才可以让他们 得到有这么好的家机 那这有今天的这个活动 让我们整个其他区的里长 他们也可以把 他这个里的一些优点 长述的地方 然后去写起他们的长述 而对此屯山社区发展协会也表示 环保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全民的参与 屯山从97年开始招募环保职工 多年来的经营 才能够有如此丰硕的成果 而对此区长也肯定屯山的作为 并表示除了全民参与之外 记录下努力的过程也相当重要 并期许其他的里长 都能够吸取屯山宝贵的经验 在平常心来做 而并不是为了认证在做 那我们的居民也很认真的每个月 就是固定的打扫 资源回收 那这些工作我们就 平常都做得很彻底 这次的认证不是侥幸 是平常就已经在 在做的工作 所以很开心 今年就是102年 我们得了环保级的认证 这样子20万 能够注意到很多的细节 让每一个加分题都能够掌握得到 也都能够得到加分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希望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观摩 那我们山区的这个里长们 都能够彼此交换意见 那这个回去以后呢 那怎么样带动我们的里民 把我们自己的里做得更漂亮更美丽 仔细讲解里内环保工作的细节 以及如何精进的方法 而其他里长们则是忙着拍照做记录 屯山里去年光是靠着环境认证 就获得了环保局20万元的补助 也让许多里长羡慕不已 希望向屯山来取经 争取经费来建设自己的里内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